细节的 这是卡罗拉中高配 它是有换挡拨片的 而且那个你看在这里 简和夹 嗯 盖起来非常的有意思 特别的有意思 比泥山的好了很多你知道吗 这才是那个卡罗拉A186的那个后代 太牛逼了 来 好了 出发 这个是这样子 好 这已经 哦 OK P 档然后 A 档 哦 OK 好 好了 这是CVT的 应该是有几档 我忘记 哦 这个好 然后 转 要不要转它一下 好了 OK 卡罗拉 M 档 M1 M2 M3 这是卡罗拉2017年的哈 我开过那个2008年的 是蛮不错的 现在是M档模式 它的起步非常的好 而且呢 那一个 哇 嗯 小安 你这个车很好 手感特别的好 还好 真的手感特别好 那个方向盘我告诉你 特别的感觉特别好 是吗 对对对 它的方向盘非常的有弹性 哇 而且这个一点开的都不感觉是那种CVT的感觉 这个车还有一个运动版的那个那个红色的你按一下红色的来红色的在哪里红色的在这里 对 SPOT 你看 按这个 按一下 然后现在变成SPOT了 对 这里面就会变成红色 动力就大了 对 我现在是那个 M档模式 就是那个 手动调节的模式 所以说刚才那个起步 哇 很不错呀 哈哈哈 是吗 我特别喜欢这种小车 小车 就是起步快一点 对 小车的话 感觉特别好 它这个应该是中配吧 我记得 你买的时候是中配对不对 这是中高配了 对 哦 中高配 你看 对 上面 皮皮一圈 还有这个 OK OK 有这个放档拨片 你看 OK 好玩的来了 现在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是减 这个是加 你看 这个是在定数 不是 不是 这个是换档用的 对 换档拨片 我们现在已经在M档了 然后呢 本来是用这里加和减 现在呢 等下起步 过手是用这个 OK 这里还有什么 把这个刷孙控制关掉 算了 开着吧 不错 有换档拨片 这个车好玩的 你那没有吗 我也没有 现在是一档 然后呢 转弯 OK 这是发档拨片的作用了 你可以在这里拐进去 这里吗 对 这里 对 天面那个红利洞那边 我记得那个小杨的话 在这里拐的时候被抓了 经常有人被这里被抓 他这个CVT真的反应非常的快 我觉得芬田的CVT做得非常的好 比那个尼桑 以前我开的那个Centra 好 有过质而不及 一点都不漏 你知道吗 主要是他不漏 你看他这个起步 特别的那个反应特别的快 给油就跑 给油给就跑 然后这个方向吧 怎么说呢 也特别的那个有力 可能给女生的话有点重了 对 这个很快 你看放档 档位又上去了 是不是 现在是那个五十几公里 每小时 不要把车给撞坏 降档 你看 这是降档了 降下来了 嗯不错 现在我们调到正常的模式 stop 这个正常模式是不是停开车之间就能调 对对对对 前下刹车就调 还是直接调 直接调就行了 反正你要是想加档减档 就用这个换档 现在就是正常 你把spot关掉 他还是可以加档 你看这边是加 嗯 你的战数到那个2500转 他就可以加 你看 然后如果说你下坡 比如说你现在你看 他会串一下是不是 对 再串一下 他会自己停了 对了 现在是一档 啊这个上坡用比较不错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如果下坡用的话会好很多 然后你看这里 比如说你现在要加速2500转 就加减档挺好用 我们要停哪里 停到那就行 你一直都没有用这个换档撥片吗 没有 我这个车好 我想这个麻烦 对不会不会一点也不麻烦 好了 我就给你把那个车 车头朝里面 朝外面 哦好玩好玩好玩 真的很好玩这个 好就停这里了 不行这里也打着他们挺进的 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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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车 我们开开出来一点 等他要过的时候 我们再过 好了 行 上 谢谢 谢谢